好 这样老师都应该知道快速键是哪一个人 Shift 下一个 不过刚刚有一个老师他用的是office 2000 两天没有这个翻译键 这个我印象比较深刻 因为我之前去选一组上课的时候 也确定他们 刚好有人用office 2000 他们也是没有这个翻译键 Shift 下一个 好 那 这边呢 我们需要把档案封装成光点 在2002里面 就称为随身检报 好 那么什么时候老师需要用到这个 比如说老师常看到有些人 播放的时候 他可能需要有播放一些 简报搭配音乐 对不对 或者说您 插入外面的档案 不管是 您的这个 是 音乐档案 影片档案 还是其他的 只要档案较大的 他本身都不会帮您直接放到这个PowerPoint的PVD里面去 他会用连结的方法 那连结的方法就有可能老师会有一个 问题 因为你的档案可能都是 散落在电脑的技术 那当你带出门的时候 如果你是带着笔电出门 那当然你会 因为都在同一台电脑 可是不同台电脑的时候 他就 预设记得是绝对硬性 他就抓不到那些 那这样就会有问题 所以 您如果说真正 假如你 简报档案就是内容比较丰富 因为他会帮你把 用到的 包括的这些档案 甚至字型 也会帮你包在 就是帮你分析在一个质量档里面 把整个质量带走就好 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 您如果用的是 这个 2003的 在这边 你看有一个叫做 中装层光点 那有些说 封装层光点 还有使用的 什么新型 比如说老师 可能用的是比较近的方法 2010 还是2007 可是 到了 教室或者你要使用的房子 那是2003的 请问档案打得开吗 如果你没有装那个 回软的那个 相容性的那个套件的话 没有办法打开 对不对 那封装层光点 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会帮你带一个 所谓的播放层次 你就说这个层次 不是编体用的 它是装来播放用的 那当您用比较旧的版本的时候 你就能带着新的版本的播放器去播 这样也可以 避免掉一些问题 你就从这边 把封装层光点 那它本身呢 我先用2003 那等一下2007 我会做一下 就是 虽然说它叫做封装层光点 但是它并不是真的变成光点 你可以选择直接烧录 那我们大部分都是变成资料夹 那这里有一个选项呢 您可以先打开看一下 这里 您看 有没有一个叫PowerPoint Viewer 通常都会带着 如果说您真的要带着手 这样带着 以防万一 第二个 它会帮您连结 你有用到的什么 相关的档案 相关档案它带着 那如果说你有用到特殊事情 反正你都自己用 没关系 那我们顺便把这些档案 事情的档案顺便带着 那这样是想 你拿到别人 的地方也是很OK 那我现在先按确定 好就复制到指定的资料夹里面去 我们建立一个新的 这个时候 OK 选好 确定 他就帮您一个月带过去的 那我们现在把关闭之后 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这样 New 里面 有没有有个叫简报CD 打开 您看到好像多了很多档案 对不对 先不管它 有没有发现我刚刚的简报1有放在里面 那剩下的这些呢 都是什么 都是它的PowerPoint Viewer 里面相关的 相关的 但如果你搜到CD里面去的话 它有个Auto Run 你放进去就会自动播 不过现在因为大家 CD用得多吗 比较少吧 我自己都很想 买电脑的时候不用买光点 因为现在真的用到机会很少 大部分都在网络上传来传去的比较快 所以 这个呢 这样就可以比较方便 当然没有相关档案 也可以这样做 那还有一个情形 老师会用到的 有时候 老师比如说你参加科展 或参加一些 那个 展示 作品展示的时候 没有人在现场 那你是不是 要他自动播放 我们常看到外面有展场 可能他会自动做一些 简报的介绍 对不对 那你可能也许 播的是一个简报 也可能是什么 这个A档案是由A老师 这边做 那B老师这边能做另外一个档案 你要把它 串接起来 一起播 老师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形 不同人做的档案你想要把它整合在一起 简报档案 你如果说只做自己的没有问题 可是 最可怜的都是最后那个做什么的 因为比如说你用的版型是那样子 他用的版型是那样子 如果你很好清 把 这个档案的所有内容 全部拷贝 对不对 偷人片把卡贝贴到另外一个里面去 那你就投大了 因为他们格式不同 版型不同 就遇到问题 对不对 所以请你不要 自作主张 去帮他们 帮他们做合成 因为 这样你是把所有责任扛在你边赚 为什么 因为 有时候会遇到你 那个老师后来又改档案 你知不知道再重做一次 对不对 难免啊有时候会 很像东西吗 那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我就不动他 但是我播放的时候呢 透过我们这个方法 就是你用所有的随身简报 我可以仔细把他播放出去 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们来试看看 你如果是这样子的方式 你看像我在这边 有没有 连续播放多个简报 这个也是我们 随身简报或者说 公众能不能很重要的功能 那 你只要去告诉他 你看我们在这边 如果希望 我要封装成方碟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这边新增档案 有没有 我刚是直接就出去了 对不对 现在不是我从这边新增其他人的档案进来 好那你就把那个 播放的顺序 指定好就可以了 你看到我在这边 再把我们的 简报 交进来 有没有 那这边是不是 就有播放的顺序 播放顺序 如果你要调整就从左左边这边去调整上下 这样就好 所以你就不用说 去承担就是说 Copy到同一个档案之后 版面会有乱掉的情形 这个是 尤其是 您是说最后整合的部分 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那2007的呢 如果您要用也是一样 您看在这边 这里 那它就不叫做 那个它是在发布里面 发布的这个选项里面 您找一下 有没有一样叫做封装成光碟 封装成光碟 做法是相同的 只是位置不大一样 好 你看喔 它又会有给你一个 它说为了确保 简报套件可以在里面 你正在新增的档案将变为什么 相容的档案格式 也就是我们新版本的不是都叫什么 PPT后面加一个什么 就是X OBIS也是这样 DOC后面加一个X 就是2007以后的 可是因为 就是它会 为了方便在这个所谓的Viewer里面实际 帮你再另外转成 这个 这样子了解 好 所以我就按确定 好 后面这个画面 真的一模一样 所以 不用再讲 没错吧 这个画面就跟刚刚一模一样了 OK 先也补充一下就是老师在电影讲义的时候 请问你 如果像我们这样研讨会 或延期 还是说 老师要就是有参加的 你要印给他 你到底用什么模式印比较好 我们本来有三种 对不对 老师有没有参加延期是印彩色的那种 全文全文 对不对 大部分都会黑白的 那 好 那请问到底用灰阶好还是纯纯黑白好 你觉得哪一种比较好 我们先看影印机好了 我们如果是老师直接用那个雷射印表 你那应该是连接到电脑 所以当然你用灰阶的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一般的 一般的画的影印机的话 其实事实上是没有灰阶的 主要就黑白而已 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如果老师是像 就是你要印出来的这种讲义的部分 你可以考虑用纯纯黑白 那到底有没有差 有差 尤其是在什么 灰阶的表现部分 因为有些请问老师简报 全部都白的很少 对不对 大部分都会有底色 或者是我们的背景 那你这样印出来的话其实 效果就不好 可是如果你的背景刚好是比较黑的 那你的智慧色白的 那他拿掉 白的 拿掉那个背景之后 颜色是不是就相对比较呈现不出来 所以如果你用灰阶的 你看我们试试看来 你看我从这边 列印 预览印 好 我们看一下选项这里 现在这彩色没有 你看我们用灰阶的 灰阶它其实已经把那个拿掉 对不对 把背景拿掉了 所以我们再看 颜色 差不多是这样 对不对 可是如果把它放成黑白的 纯粹黑白 我们看看上面 有没有发现那个 这一页的那个背景不见了 再看一下 灰阶 有没有还在 对不对 所以其实 它在某些页面的话 你会发现它会让你验得 更容易看得清楚 就是它 对比上相对比较好一点 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各位可以做一个参考 因为 有些时候我们在印的时候就 反正就 知道灰阶就发现出去了 其实真的还是不太一样的 试试看看 用这个纯粹黑白的话 效果应该也会不错 那另一页的招数应该就还好啦 大部分 不是四就是六 所以像各位手上现在拿到六页合在一起 不过老实讲六页在一起是 就是看个概要而已 如果真的要比较好看一点 还是两页到四页 比较方便我们大家在看 最后就是你要转成bridge 我先问一下好了 老师会有这种需求吗 就是您做好这你可能要放到网页上 简报 你可能要放到网页上 会有吗 如果有的话 那您可以参考一下 这里有一个免费软体 有一个免费软体叫i3 那您可以到网路上注册 那么在各位的相关软体面我也有帮您放进去 但是我放的是就是那个注册码是我注册的 但是都是免费的 都是免费所以没有关系 你点到相关软体里面之后 一样是简报技巧类 点进去 这里 有没有看到一个iSprint 转成这个 简报 就是把简报转成bridge 因为他 会顺便帮忙把网页做好 对去转好 所以你只要负责把那个相关里面 要放到网站上去就好了 那他就可以自动播放 那你需要把它打开 里面呢 各位老师要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您是 单字会员的版本 也就是说您是Windows SD的 就是用D的 那如果您是Windows 7 那就是用604会员的 那注册 那个序号在这边 所以您可以把它安装一下 这样这个就没办法这个要安装了 那会多一个工具链 会多一个工具链 我这边 先把那个画面抓给各位看 您可以稍微试试看看 这里呢 免费的他有跟你提到就是免费跟付费差别在哪里 原则上其实我们就是 免费的就够了 好就大致上就 够我们使用了 所以我们就下一步 接受 好 安装墙 那么安装起来之后呢 您的 那您装好之后呢 您会发现 您的工具箱这边多了一个 有没有 这里有一个 这个 这边会多一个工具 所以呢如果你要出去的话呢 就直接按R分析 这里 就可以把它发布出去了 好 那我们先试一个给大家 参考一下 好比如说这个那我就按Publish 好 那么您可以给你的 简报呢一个标题 那他预设的位置当然还是在我的文件 我的文件里面 所以您可以把它 交换一下 看你要放到哪边去 好 我放在一个新资料 下面OK 那么预设当然是所有的投稿片都出去 都出去 所以呢我们就按 Publish 他这样就送出去了 如果你的投稿片的数目比较多 然后稍微有一点时间 你看他这边做好之后 这边就有 投稿片 有没有 有一个网页 所以你把它放进去 SW就在这边 好 我把这个网页 我把它打开 我用IE把它打开 这样你就看到了 OK 在网页上就可以用了 他会自动播 那么您看右下角这里 他会有一个这个 这个就是在让您看那个失败 就是看你有多少张投稿片 这样清楚吗 好就可以让你直接 直接跳到你 要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 做的时候你可以 参考的一个方法